R1 幻想玩的遊戲 R1 幻想玩的遊戲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這款遊戲叫做 《召喚圖版》 我其實剛玩這個遊戲不久 但是玩了一陣子之後 就發現有一種衝動想要克機 我就馬上給他克了3千 然後因為他最近又跟這個RO仙境傳說有一個合作的活動 然後他推出了這個合作轉彈 然後可以抽得到仙境傳說系列的這個奇寵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就來看一下可以抽得到這些 都是一些RO裡面的經典角色 因為我現在的奇寵都非常的爛 所以希望等一下可以抽到好一點的 這個 6 3 4 5 6 7 8 8隻 然後他5個光潔晶可以抽一次 那50個的話也就是10連抽的話就可以抽 抽11次 就是買10送1的意思啊 那我們馬上就來抽吧 50個光潔晶 那他這個召喚方式非常的特別 就是要把這個星星連起來 第一隻是這個商人瑪雅 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的虛 感覺好像是一種打錢專用的隊長 他的隊長技是關卡獲得金幣量上升1.2倍 好 下一張是 盜賊羅克 這個只要你7combo以上攻擊力3.5倍 好像蠻厲害的感覺 也蠻帥的 第三張是這個初心者 初心者聽到這個名字感覺就很弱 自身與西游度5以下奇寵 攻擊力3倍 但是後期絕對不會去用西游度5以下奇寵啊 所以這張感覺也沒什麼用 弓箭手 墨地葉 砲擊型奇寵 傷害技能威力6倍 所以這個感覺是一個大砲隊的隊長 好這個 騎士領主 艾蓮娜 超級稀有6星的 我看一下 火屬性3倍 血量1.5倍 然後還有一個減傷20%的隊長技 感覺很威 感覺很威 然後這邊都是重複 全部都是重複 呃 沒關係我們再抽第二次 實驗收 嗯 不會都是重複吧 喔這邊有一張 這個是 好像有一張沒有 我們再抽第三次實驗收 怎麼都是重複的 有沒有搞錯 我不信 再試一次 欸那一張 怎麼又是重複的啊 再一次 我還有20抽 還可以再抽了 20抽 比較難抽到的應該是比較強 我們來試玩一下這個活動的關卡 那這個玻璃島應該就是 跟先進傳說合作的關卡 這個玻璃是一個非常 先進傳說非常經典的角色 非常的可愛 那我們這邊來試玩一下 那它這個遊戲的玩法呢 就是有點類似下棋的感覺 就是 它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決定 要往哪邊走 同一回合只能控制這個 一隻角色 那它是也是回合自己的遊戲 那現在 換我們 的話 其實我這邊放到這邊之後 我這一隻跟 呃 還有那隻紅色的它都會一起攻擊 然後呢 如果你把它 把同一隻角色包圍起來呢 像我現在這樣子 有兩隻把它包圍起來 combo就會提高 然後提高的話 傷害也會比較高 那如果越多隻包圍它的話 呃 combo就會越高 我這個是天使玻璃 電大的玻璃 那我這邊就 把這一隻 把這一隻 紅色的這個 拉到這邊 攻擊它 然後這一隻的話 呃 感覺 只能先放這裡吧 好 因為這是簡單的難度 所以就是 比較輕鬆就通關了 我們這邊來挑戰一下普通的好了 那我剛剛抽到的這一隻 齁 這幾隻都是 呃 活動 活動就是限定的 他抽到的話 直接 那個 Level Max 也就是直接滿等齁 就是讓你省去的這個 練 其寵的時間 我們就直接可以帶出場 這隻 這隻可以先讓它出來 然後你如果 場上如果出現那個 新的那個 那個 旗子的話 你可以去吃它 就可以補血 他還會召喚一隻 小玻璃 然後還會有 先制攻擊 然後我們這邊把四隻 都把這個 玻璃包圍起來齁 這個 combo就會變高 這隻的技能是 喔 這隻的技能是 像大炮這樣子齁 就是 發動的話就是會有一個 炮擊的 傷害 喔他還會補血耶 這隻天使玻璃 這隻讓他過來 這樣子 9combo 他到每回合都會回血 那只要呢 其實隊員都滿等的話 打這些關卡 都還滿簡單的 喔 還可以打到玻璃 那我們這邊來挑戰一下 男的關卡 好了 在這幾個 這個 男的關卡 血量明顯的就比較高 然後 打的也比較痛 嗯 看一下喔 其實這遊戲還 有點 考驗這個 智商耶 我覺得 不是無腦 無腦玩 有 有點靠腦力 這一隻 發動一下好了 那我 放這裡 這邊的話 先把這個 這一隻移過來 我們先把這個 小隻的殺掉 把他 一怪的 打他很多獎 啊 哇 我不會想要怪死了 這一隻 連他轉爆 啊 現在我只能有姿勢 不只能有姿勢 被打破掉 超重 這邊的話 再進行調整 人家是自己的血 哇 各位 這機會 呃 呃 好 我們打掉他一半血了 哇 結果打不贏 看來困難的難度對我來說 還是太難了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大家快點去下來 召喚圖版來跟我一起玩吧 那大家記得去抽一下這個 跟先進傳說合作的奇蟲 我們抽的不是奇蟲 是回憶啊 回憶好嗎 那我是小許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